有一位女儿帮爸爸办后事 爸爸走了 那发现 整个拜饭里面 其中有一半 一半拜饭很剧烈的摇晃 等一下我们会看 摇晃超过20秒 那这个女儿呢 就把画面拍下来 传给负责的殡葬业者君凯 问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为什么这个事情 等一下来请教君凯 那这一段画面 总共有两段不长 我们一起来这个欣赏一下 对啊 一直抖 什么原因啊 知道 我是直接这样 对啊 有点啊 有点啊 这个就是他在拜饭的时候 他那个前面的这个饭菜 那个甜不辣的部分 一直一直 现在我们画面看到 好像只是那个饭菜在摇动 其实那个是整个盘子 整个盘子都在晃 整个盘子都在晃 啊整个盘子都在晃 对 因为我们那个拜饭 这个是在火灌里面 火灌里面它是一座一座 是 那不是像那个大众排位区 是整个都联位 所以那是一座一座 所以很神奇的是 因为那天也没有地震 那也没有什么风吹 有其他的这个 风吹那我就找到那个肉 没有一些那个天灾 或自然的现象 这就完全 当时家属传给我的时候 我也很惊讶 我也很惊讶 后边因为家属很担心嘛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我隔天我就带领着女儿来 把她爸爸拔背 那在当天晚上我思考了很久 因为大家事情都会往坏处想 是不是说办了不好 还是说不甘愿 类似这种 这种心情 但是我认为说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好好处理 会造成家属一辈子的遗憾 所以我就是反思来思考 为什么一定是不好 反正是好的 我就隔天我就带领她女儿到 她爸爸的牌位前去拔背 我说是不是因为这个 只有一个女儿嘛 从小的长上民族都 保护得很好嘛 笑 笑名名 是不是说这个王成者 看这个女孩这样 一肩扛起她的后事 让她感觉 让往生者说 我女孩大小 很安慰 這搬下去 很快 第一次搬下去很快 所以我這樣子做 讓家屬有得到一個 心理的安慰 其實商障本身我覺得 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是 你要讓家屬得到一個安慰 這個女兒 在辦後事的過程裡面 一直在問 為什麼爸爸都沒有來忙中找我 他希望爸爸來討忙 後來還沒忙中 這還很神奇的就是 在當天飯菜窯凍的這一天 當天晚上就夢到爸爸 所以他翁星 耍後跟白金情都沒來 前一天也做過了 前一天也做過了 所以女兒一直很思念 爸爸一直想說 爸爸怎麼都沒回來給我看 誰說誰會來看 就是有一些民間的一些新聞傳奇 但是這些事情都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他很思念爸爸一直問說 爸爸怎麼會沒回來給他看 那就是在這個飯菜窯凍的那一天 那個爸爸就回來看他 就入夢了 他在夢中是他在睡覺 那他有聽到腳步聲 因為他是在外面出房子 那他有聽到腳步聲 聽到腳步聲呢就 眼睛一張開的時候 他躺在床上嘛 一張開的時候就看到爸爸 那在夢中他跟爸爸相擁而泣 都互相放不下對方 那很巧的是 我們在拔杯 隔天拔杯嘛 那他就在這個會館一直陪爸爸 從早上一直陪爸爸陪到晚上六七點 對 開車回去的時候 因為那台車是爸爸老了 在車底的時候都會和爸爸對話 爸爸我今天買什麼東西給你拜 今天老公也撿好或什麼 就是會講一些 跟爸爸報告這些事情 在和爸爸說話的這個中間 他人抓頭一看 天安城上嘛 當時抓頭一看 頭前那個車拜 剛好是爸爸的生日 蛤 哇 這麼巧 一個大城市幾萬台車 對 對 那個時間點 那一秒頭走起來 剛好看到爸爸的車拜 舉例6月21 他就出現0621 對 哇 不是說可能號碼是兌換 不是 就剛剛好那四個數字 就是爸爸生日在排列 是 所以我覺得冥冥之中 有注定 我們選擇相信 了解